政府現在非常重視 這個臺灣的年輕人被詐騙到柬埔寨 他們的安危 不過想盡方法 那其中一個是在機場舉牌 提醒年輕人 你現在去柬埔寨嗎 那裡有很多詐騙 看能不能阻擋一些 那另外蔣萬安今天出來說 說光柬埔寨 我們有四千多人失蹤 可是實情是不是這樣 來 我們來看VCR 行警穿梭報道隊伍中 舉著標語要大家小心高薪陷阱 舉牌動作成功攬阻 至少二十六件赴柬埔寨 掏金民眾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 卻以好笑形容 你說生氣 你要生氣還不如說無言 太好笑了嘛 怎麼會是國家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這樣太好笑了 對舉牌政策嗤之以鼻 被問到如何處理 只說竹烈問題 想解決方式 規劃短中長期計畫 頭號柯黑台北市議員 王世堅分析 柯文哲是以聲量為前提 你看柯文哲又有聲量了 他安靜個幾天 今天又出來了 我們是政經首都 那也是詐騙首都 我們台北市受騙 受害 金額人數 建數 都是全國之首 你不來幫忙 你甚至 你還扯後腿 泡冷水 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很莫名其妙 王世堅反擊 柯文哲只會批評 沒有解決之道 國人遭遇人口販運事件 成為選舉素材 國民黨台北市場參選人蔣萬安 想要評論卻引用錯誤數據 現在媒體報導 有四千多人 在柬埔寨失蹤 其實我們非常擔心 這顯示出政府的無能跟失職 直說政府失職 四千人失聯超驚悚 但刑事局發布新聞稿澄清 四千人是訪查後 柬埔寨和緬甸未歸國人的總人數 但包含台商台橋等一百二十件 才是受迫滯留的人口 詐騙案全民關注 但要拿來當選戰相罵本 還是得先做好功課 好 那麼剛剛大家有看到 柯文哲說 怎麼抓白啊 這能做什麼事 另外蔣萬安說 在柬埔寨的市中有四千多人 那我想教一下冠廷兄 有嗎 有四千多人嗎 蔣萬安你該道歉 我說真的 蔣萬安昨天這個話一講出來 我很滿多柬埔寨台商的朋友 其實都有在聊天 這幾天為了這個事情 那聽我講完這發現 其實是滿生氣的 因為我要講掉一件事 在柬埔寨 雖然說最近有詐騙這些事情 被大家關心 可是其實有非常多 是真的認真在柬埔寨做生意 正當生意的台灣人 蔣萬安你真的知道 四千人是什麼概念嗎 如果台灣真的有四千個人失蹤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會整個 不是這樣子而已 那他已經確定是他講錯了 我覺得就道歉 但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聽到他道歉 我認為蔣萬安 他真的不敢講的事情是 為什麼柬埔寨 我們從過去知道 他就是一個說真的 治安 風紀 尤其是貪腐 狀況比較不好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這幾年來 尤其這一年多來 他的詐騙 或者人口犯運 會變到這麼嚴重 我插個話 蔣萬安後來修正了 他說 非常多人被騙是事實 他們現在國民黨轉了 國民黨現在有一些人 就幫蔣萬安護航就講 那只有一百二十人 不是四千人 一百二十人就不是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嗎 不是這樣 事實是多少就講多少 那大家去面對要解決 我認為蔣萬安 他一個面對的事情是 要把這一件事情 尤其是西港 為什麼變成一個詐騙中心 他是中國背後造成的 這個事實他要跟國人講 我跟柬埔寨的朋友聯絡 他給我幾張照片 我給大家看現在西港的現況 西港的現況 現在就是 他從2016年只有7萬人口 到現在30萬人口 30萬人口裡面的75% 全部是中國人 75%中國人 而整個你看 幾乎每一個 他的路上的店家 全部都需要中文的標示 你看健檢中心 下面這個當鋪 當鋪一定要寫中文的當鋪名字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因為201617年那時候 鴻燊政府 他想要把西港 他本來是一個觀光的中心 他變成小澳門 跟中國合作 配合一帶一路 開始找很多中國的廠商 來這裡設賭場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西港 有一些賭場 可是故事還沒結束 他設了賭場之後 本來鴻燊政府 他們覺得說 我可以賺一堆錢 結果發了兩三年 發了100張賭場執照 快100張 發下去之後 賭場建起來 中國的這些財團進來之後 結果他們在裡面 掛羊頭賣狗肉 名義上是賭場 對不對 他們在裡面 設電話詐騙中心 跟線上博弈 我說真的 你要詐騙會騙誰 騙自己人 開始大量的打電話回中國 去找中國人 就是現在台灣面對的情形 過去一兩年 就是中國都在面對 一樣的情形 結果中國很不負責任 洪宜哥你知道中國怎麼處理嗎 中國是 你們在那邊騙 不要騙到中國人就好了 過今年非常多的中國人 都有這個經驗 要飛離中國 要去柬埔寨的時候 海關看到他是怪怪的 感覺柬埔寨不知道幹嘛的 認為疑似懷疑他是要去詐騙 直接在海關把他的護照直接剪掉 就不讓中國人跑去線不在 可是導致什麼結果 導致這些中國的詐騙集團 為了要補充人員 開始養兩個國家來補充人力 一個就是我們這次受害了台灣 一個就是馬來西亞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是 中國實際上在把他搞成亂七八糟 然後當時騙這邊的政府 現在把他變詐騙中心 反而是其他國家受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根源 才是講話案真的 剛剛跟大家講的重點 是 董好兄 我再接著講 因為其實西港以前 白人就是電話詐騙中心 其實在馬總統時代的後期的時候 在那邊就有抓過 只是人都送大陸去 送中國去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張宜財團招募的方式 也跟現在不一樣 像這次你如果注意 都是先從什麼 要你從你的親戚朋友 認識同學開始 那如果你的同學打電話 你比較沒有戒信 然後那個金額就很高 其實我有知道 一個禮拜以前吧 臺北地檢署有一個案子 是竹聯邦的 東興會的 東興會那個一個人頭仲介 一個人 人蛇仲介 一個是兩萬美金 六十萬代表 他介紹了八十幾個 他帶了八十幾個過去 那這八十幾個 有的人大概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你想想看 他 東興就可以拿一個人拿兩萬美金的 你要把人贖回來 你要花多少錢 你想想看 就是說他們缺人打電話 他們要找人打電話 要一起上傳這個事情 缺到什麼程度 因為以前敢做電話詐騙的 大部分後來被中國抓關 那些人還沒有回來 中國的判刑很重的 不是像臺灣 臺灣這個形勢判得比較新 所以你說中國人 只要去柬埔寨的 在機場看到那個護照 直接檢調 不讓你去 就不讓你去 那不讓你去 所以他們就騙臺灣人跟馬來西亞 因為這些人在那邊 開銷還是有 那要知道華人是有錢 所以他不是只有騙臺灣 是 泰國 馬來西亞 都騙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你到了那邊的時候 你身不由己 你要不配合 要不然只好回家求救 向你的親友求救 向你的同學求救 是 所以你就很 你知道他利用的是你的 你的人性 你在那個地方 你到底要不要打電話給你的同學朋友 你不打 換你被打 到最後落到什麼下場 沒有人知道 你知道東信念那個頭頭姓李 他還在猛甲裡面客串過 是 八十幾個人收了五千多萬 所以就會有人幹這個事情 那不是只有一個 因為柬埔寨本來就是 柬埔寨是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 柬埔寨本來就是一個 臺灣的幫派關係 可能會超過政府的地方 是 不過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要有一點嘗試 就是說去你要工作 也要有工作證不是嗎 對 這都沒有 然後可以保證那麼高的薪水 可是工作證在臺灣就沒有拿到 去到 主要他還是利用 你的人性 就是找你認識的人 來 請大家看 手法翻新 請問是導演嗎 他要導演 導演這個冰格爾 他接到了柬埔寨工作要約 開出臺幣百萬酬勞 對方說要拍攝智能安全帽 三天機加酒和交通接駁 不過因為對方很急 還是假帳號 加上對方鼓勵多帶一些人過去 又用簡體字 被這個冰格爾一眼識破 狡猾的詐騙集團 還把目標轉到其他的同行 還包括什麼 攝影 那另外這一位是魔術師李丹 他說臺灣魔術圈也接獲不少邀約 聲稱要在柬埔寨五星酒店辦商業 提供雞加酒 四天三夜就有九萬酬勞 查證後才支持一場變局 另外這裡要的是化妝師 他要去幫人家畫晚夜 然後總共畫十個人 工作時間多長 條件都很好 那請教一下志永兄 這個很難訪吧 我突然想到 今天看這個案子才想到 那個instagram 大家年輕人用IG 難怪最近我收到幾個訊息說 那個廣告拍得很好看 你是電影明星嗎 你打棒球 那不是很危險嗎 我就覺得很怪怪的 這些人 這些留言到底從哪邊來的 他的下一步是哪裡 然後你看他那些留言的人 你不曉得他是大陸人還是臺灣人 那你發現他又寫臺灣的學歷 可是又用簡體字 那整個照片呈現又像在中國大陸 或在東南亞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恐怕已經 深入到臺灣的這個民間來了 那老實說我是想講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臺灣那麼多人去這個國外打工 老實說也是蠻可悲的 像我自己在學校教書嘛 我們那些問那些小朋友說 暑假要去哪裡 說我去加拿大 我去澳洲去紐西蘭 那我想說這會這樣 因為他說時薪高 像今年這個加州已經把時薪調到16塊美金了 等於說你在加州做一小時工作500塊錢 臺灣現在是168 那等於說這個東西貧富差距就出來了 那過去很多人說臺灣可能是下一個日本 可是結果來看臺灣恐怕是下一個菲律賓 因為日本是在這個經濟停滯之前 他就已經富有了 臺灣現在還沒有富有 我們現在看了一下這個 現在臺灣政府公告數據 我們平均的這個薪資到三萬三千美金 我只想問說大家相信嗎 我們感覺不到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有這個 這個叫做停付差距的問題 請大家看一下 這次現在臺灣上個禮拜 主記處公佈的這個貧富差距 他是公佈二十等份 這是五等份的 這是五等份的 現在到最有錢的前百分之二十 跟後面百分之二十 差距已經到六點一五倍 這是近十年的新高 如果是二十等份的話 那差更多了 二十等份就是我們把它拆成二十份 前面的這個百分之五 跟後面百分之五 到二零二零年一百四十九倍 我記得那時候在二零一一年 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被罵很慘 說那時候到七十五倍 你看才隔多久 隔了這個九年而已 從七十五倍 你是說臺灣之所以會被詐騙的年輕人 是因為臺灣的年輕人收入不好 對 因為你看 你看最近這幾年疫情 美中抗衡 就從業產業鏈重組 科學園區很賺錢 發現臺灣好像經濟起來了 可是離開科學園區外面 很慘淡 那因為我最近都在新竹 我住在新竹 我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你看是怎麼樣子 新竹市區 舊市區叫大城街 短短三百公尺 這以前非常非常熱鬧 是賣衣服的 現在晚上 禮拜一晚上七點鐘 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像凌晨三點鐘 那麼如果你要扯到這個 所謂的相關的 這個貧富差距的話 那我問你 現在中國貧富差距 不是世界嚇死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事論事 那也不要把他們污名化說 這些人都是 這個全部要做詐騙 然後都是好意勿勞 然後所以就被騙到 那個地方去了 然後這樣好像被害人 是應該的 我告訴你 任何人追求更高的薪資 沒有錯 答案問題是任何人也不應該 那麼被人家淪為 所謂的奴役的對象 任何人都不應該得到 那樣的一個待遇 什麼被災系關 被毆打 被電擊 還有你知道嗎 現在柯文哲說沒有用 我們舉牌子 舉牌子沒有用 救回八十幾個人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剛剛講的那幾個 現在他已經改變 他一再變 我們對面的小姐說 他算是運氣好 對不對 那是在詐騙的早期 現在手法不斷的變 手法越來越兇殘 所以不是只有單純的說 讓你去做詐騙 他不是 他現在發現用 擄人勒署的方式很好賺 你知道嗎 他已經改變了 他這個行騙的一個方式了 是 來 問林雄亥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論述很奇怪 他把柬埔在這整個事件 導向兩個結論 我們從剛剛何副主委講的話 聽出第一個結論 就是把台灣經濟不好 導向年輕人 向往國外發展 當成這連結 我要講這大錯特錯 而且完全不敢口同 首先第一點 很多年輕人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也想去澳洲去加拿大 不管去walking holiday 還是去農場打工 這有兩種因素 一種因素體驗生活 六種因素 當然也賺一些零用錢 我認為不能把這個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 台灣經濟狀況好不好 我覺得這可以去評價 有一些教授 當然你們可能拿一些數據 覺得不好 但對我來看 國民所得史上最高 GDP史上最高 這是鐵爭的事實 重點是 你經濟再好 有人跟你講說 年收入可以到四五百萬 每個月可以賺三十萬 這跟你經濟好不好 有什麼關係 這就騙你 所以不要把被騙 想要跟台灣的經濟狀況 做連結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我們剛才何副主委沒有講 但是國民黨這幾天 也會操作一件事情 又扯到說一個中國政策 你看三位立委 跑到柬埔寨去 他們一開始講了 三個目的沒達成 洪孟凱等人三個人說 他第一個目的去 要講說要見 柬埔寨的官方的代表 第二個目的要跟台商肯談 第三個目的 蒐集完相關資訊之後 帶回給中華民國政府 去之前 那個台商就有的朋友 就跟我講 這三點 第一點 你們絕對見不到 我說你怎麼確定 因為這是確定的事 見不到 見不到 為什麼 我剛才其實東浩哥跟 我講很多 柬埔寨跟台灣的關係 我剛才國民黨 要故意往這方向操作 我認為是無知 在這裡我要插嘴一下 因為這段過程 剛好我跑新聞的時候有遇到 講到柬埔寨為什麼 連一個拜表處辦事處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要負絕大部分的責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了韓申 為了什麼 當年中國國民黨押錯保 把所有的資源 押到他當時的第一總理 叫做納蘭瑞德 你知道嗎 納蘭瑞德就是國王 斯亞努的孩子 你知道嗎 結果他是第一總理 第二總理就是韓申 但是韓申掌握軍權 你押錯保了 就是中國國民黨當時幹的事 最後韓申政變的時候 他得權了 他直接開國際記者會 四天四夜兩邊槍戰 他得權了以後 是他開國際記者會 直接說 中華民國你台灣的政府 直接介入他的政變 然後你的中將率領了 拿了八萬美金 還有包括資金 還有包括武器 介入我們捷博戰的內戰 就把我們的代表處趕出去了 本來是有的 對 你要跟你講 他最更的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的這個政府 就是你國民黨當時幹的 所以他跟台灣中華民國 四不兩立 所以為什麼可以解釋 其實柯文哲不是昨天 他在那邊大言不禪說 沒有大使館也有辦事處 你錯了 一個辦事處都沒有 最近在胡志明市 在這個越南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有什麼好指責的 好 講到柯文哲 柯文哲在臉書說 質問 台灣人被騙到柬埔寨工作 結果被凝虐 被性侵 被賣血 這就是政府官員稱 經濟歷來表現最好 基本工資不斷上漲的幸福台灣嗎 當人民被囚禁 生命被威脅 這個政府只能要警察在機場舉牌嗎 播映防詐騙的短片嗎 怎麼叫只能 做的工作不是這樣嘛 然後他又說 如果人人都能按居樂業 誰想冒險遠走他鄉 如果不是走投無路 怎麼會想去柬埔寨掏金呢 真的走投無路 不 我真的要特別說明一下 不要忘記 像我在行走山區 像很多地方 南投的山區 台中的山區 他們種植那些高經濟的作物 像茶葉 咖啡 高冷蔬菜等等 要知道那個裡面幾乎全部都是逃逸的外勞 變成了逃逸外勞的一個天堂 那我也有瞭解一下他們的薪資 他們是一天一千八 然後給個便當加一百 可能還要再一坪保利檔 這樣一天兩千塊 但是重點是在地的年輕人沒有要做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用這個經濟的問題 去模糊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族群的問題 那也不是經濟力的問題 這也不是所謂的 你請我願詐騙 那個一個願打一個願愛 都不是 我覺得就是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這個就是血淋淋鐵真真的事實 那就是有詐騙的一個組織 他理應外合 然後去從事這樣的一個人口販運 去強迫奴役 我覺得我覺得我們應該是集中去 大家共同的思考 我們怎麼樣在我們國 我們去把這樣的一個打擊犯罪的事實 我們趕快的來把它除掉 不過這個志永兄 這真的是有這個有一點要談 就變成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我想實在 我是有在打高爾夫球 我大概一個禮拜打一次 可是常常去是沒有趕地 現在的趕地都只剩下大概五六十歲以上的媽媽 說實在那也很辛苦 他的腳都走得都圍起來 我說你做這麼久 我們還欠趕地 他就說年輕人沒要做 我說這樣一個月稍微賺多少 他說如果是比較勤快 一個月大概四五萬塊 但是夏天比較多 因為夏天不是雨季這樣子 那四五萬塊也是沒人做年輕人做艱苦工作 不是要怎樣 對 所以以前孔子講得很好 這個換不 換不 換不 換不均 怎麼換不均 五萬塊要給你談 年輕人都不來談 就是說今天你要有這個誘因 讓這些人能夠出國去 為什麼他出國 如果臺灣有個好的工作 你們家有養雞嗎 你們家有沒有養雞 家裡有 家裡養雞 小時候吧 小時候 現在有養雞嗎 當然沒有 你們家裡有養雞 你看你也要賣民進黨 我覺得這個當然 因為道高亦齒 魔高亦障 那這個他現在 他現在因為他知道臺灣人 這不是有差嗎 就是說臺灣不是沒有問題 評論差距也是事實 只是說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這個事情 不要把它一直把它變成歸罪 是臺灣政府不好 皮膚差距其實已經十年新高了 這個我覺得一件事情歸一件事情 即便臺灣說 皮膚差距縮小 還是有人想說我要賺更多錢 這是一個慾望的問題 所以說大家也想說 是不是可以輕鬆賺錢 或者我可以賺很多 回來之後 賺一大筆回來之後 我就可以做其他生意 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教育人 因為我們講個政府的角色 政府也沒有可能完全阻止每個案例 不可能 政府中共是有限 我們只能夠盡最大的能力 告訴年輕人實際的情況 我們只能夠來一個算一個 否則他質疑要去 我跟你 我們現在看到網前不載的飛機 年輕人 我們特別注意 然後他現在 他們現在很厲害 他現在改成去泰國 因為去泰國 可能就沒有那麼緊張 未來呢 現在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去泰國的年輕人 我們也警察 警察在機場會注意 他會來說我從日本轉席可不可以 我從韓國轉席可不可以 那你怎麼防呢 你防不勝防 政府 就是說政府有失靈的情況 他不可能每次面面俱到 所以我覺得今天完全去把這個責任 國民黨說你看 你蔡英文政府 你不行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政府的角色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太過膨脹 我相信政府當然聽到這個訊息 一定會竭盡所能 但是柬埔寨的政治環境 一定是很惡劣的 請大家看一下 今天 不好意思 潘老師 吳思懷說 我們就罵蔡政府 新南向政策的挫敗 新南向政策 不好意思 再看看 聯合部 八月十七號 這有中華徵信所發布統計 今年第一季整體上市公司 任列新南向轉投資收益 達一千六百二十一億 年增率是百分之一百八十七 相較之下 第一季任列中國轉投資收益 只有一千零二十六億 年增率是百分之十 此為新南向投資收益第一次 關到超車大陸 預估第二季也將維持相同態勢 中華徵信所說 大陸與新南向投資收益 出現明顯轉折 很可能是兩地投資 黃金交叉的起點 他說我們台商在東南亞轉投資 效益已經超過大陸 中華徵信所預估第二季任列新南向轉投資收益 將比第一季再成長 暫估上看一千八百億 再創單季收益新高 至於大陸投資收益 則有鴻海支撐 但不排除將至一千兩百億的水準 第二季去新南向市會賺一千八百億 中國只剩下一千兩百億 那第一季已經新南向贏過中國的投資 到底挫敗在哪裡 你也說一下 去年我國新南向投資金額呈現爆炸成長 達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九七 投資金額五十八億多美金 再度創下單年投資金額新高 今年上半年臺契對新南向投資金額二十多億美金 首度超過對中國投資的十七億美金 成為我國最大投資地區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我覺得沒有不好 對嘛 所以你剛剛講在中國投資 我們現在還是對中國大陸出口超過四成 老實說這超過四成是到蔡英文政府時候才出現的 所以我們當然把他剪下來是好事 對啊 那哪裡挫敗呢 我們一碼歸一碼 這跟新南向政策的生意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在討論是譴責 那些包括台灣不孝的這些分子 包括幫拍黑暴的分子 包括還有一個女的 還有一個張姓女子 他還有一本如何販賣人口的筆記本 我們要譴責這些壞人 跟在柬埔寨 緬甸的這些壞人才對嘛 那不是說你現在這新南向的那個貿易政策錯 那我問你 剛剛不是說什麼 我們每一年到中國的這個相關的貿易 還是佔四成多 那中共向我們發射飛彈 軍艦飛機飛彈 快要親盟打後來 那難道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嗎 不是 四成是真的 可是在減少中 四十八 四三八 這就是政府在轉嘛 你不能還講他挫敗嘛 前幾年都是上升 到去年是新高四十三 那今天我覺得今天這個國民黨就一直歪樓 說批評西南向 東扯西拉 還說你看 什麼洪孟愷說 那個檢國臺商投訴說政府沒有增加人力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住越南的代表處 並不是在胡志明市 胡志明是辦事處 因為胡志明是比較偏南的 我們代表是在首都在河內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領事館而已 領事館人力本來就不夠 連十個人都不到 那現在又征派了總共六個人進去 外交部跟警政署 所以我覺得不要在這個時候 跟派六個人其實是五月就開始做了 對 就開始做了嘛 所以說馬英九說 你看政府一開始都不重視 繼續研究這些不是一個人 是研究在五月就六個人去了 對啦 來 派誰 董好 因為六個 但是你要 因為你有立委去 一定會派人跟過去嘛 其實在那個洪文康那邊講 一中原則我就覺得很好笑 傳二九六公司 你就會 就會多一個代表處嗎 柬埔債會理你嗎 還是國民主張九個公司 然後看柬埔債 政府要買單 給臺灣多設一個辦事處 不過事情不是這樣談的 還有一個 剛才朱副主委講到 你把皮膚差跡跟這些東西拉進來 這個事情就開花了 我如果要用同樣的邏輯 那我可以講 記不記得馬英九總統 那時候的電話詐騙 臺灣的電話詐騙 那時候全世界有名 我們搞到什麼 東歐 東歐受機 設那個機房騙 然後那時候臺灣還專門騙 騙中國的 東歐不夠 東非也有 難道我也要把這個東西扣在說 因為馬英九總統的那個貧物差距嗎 那個因果關係不見得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剛才忘了要講一個人 因為我實在受不了 柯文哲不是在笑說那個舉牌子嗎 舉牌子我是在現場救人 我不客氣的要問一句話 你如果覺得在機場舉牌子是很low 內湖柯市長 你的中期 短期 你的短期 中程 長期計劃是什麼 因為你說內湖沒救囉 啊你有沒有 是 你很會笑別人對不對 那你自己呢 你的大巨蛋有沒有短中 長期計劃 你不知道什麼事情都只會笑別人 是 是 來 問 其實關於舉牌 在七月中的時候我開協調會 對 原本我們期待的是說 是不是可以讓民航局 匯同航警局 一同的上飛機做宣導 那當然他們說不可行 因為有的人是去經商 有的是觀光 所以呢 最後大概我們就是只能在大廳舉牌 是 是 但是我得說 就是說想了很多方法 對 但是我得說 而且因為有的航空系不是我們的 對 因為那個已經是我們最接近 他要離開的地方 不然我要去哪裡宣導 其實現在政府也有在做 應該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對 其實在我們屏東 你看喔 因為是剛好暑假期間 沒有辦法透過學校 但是我們就是發文 現在所有的村莊 他有一個腳本 像我們原鄉地區 就必須要用國語村長講一遍 自己的族語再講一遍 對 那像這些分局警察 也多了很多的工作 像最近的一些活動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警察會到場 去做這個反詐騙 反柬埔寨出國的一個宣傳 他只看到在機場舉牌子 當然我們現在很高興的就是媒體開始關注 所以這一個禮拜我有問 很明顯的現在往柬埔寨的人已經非常非常的少 幾乎沒有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有效應 對 來 這個瑞德 你試圖解讀一下 他說今天新聞 說行政院蘇生人說政府關心國人受騙 在柬埔寨等國受害問題 收集資料 足交訪談 發覺只有一百二十位還在失聯 會持續追查並救回國人 會持續運用手段關心協助 所以講我們說四千幾個不是 對 所謂說只有一百二十位 然後柯文哲的解讀是這樣 他說所以到底有沒有把人命當人命 意思難道是說這一百二十多人死了就算了嗎 他怎麼這麼說 他沒這麼說 不過柯文哲擅長就是曲解人家的說法 很簡單 柯文哲的說一套做一套 好像罵得好像真的一樣 台北市的詐騙他有解決嗎 他有解決半件嗎 那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說清楚的意思 說清楚 因為很簡單 一月到六月底的時候 總共有六千四百多個國人到柬埔寨去 然後後來回來的人大概一千多個人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減是不是四千多個人 可問題是你不能減 蔣萬安不能就直接減化說 這四千多個人現在都是被詐騙 人口犯案掌控住 很可憐都被害人 政府一事無從沒辦法救 你當然不能這樣子嘛 所以才會發動 我跟你講 那個動作非常大 針對那四千多位 因為他們錄出境不是都有地址嗎 所以針對發動派出所 那麼在短短幾天之內 在警政署長黃明昭 親自指揮下去 短短幾天全部訪談過 那我訪談過裡面有包括去經商的 有包括是什麼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也不能簡化成說一百多位 因為可能還有哪一些對不對 他可能不願意講 因為有些 我告訴各位今天多淒慘 移民署的一些這幾天都有很多 那個阿嬤 阿嬤 媽媽對不對 跑來要幹嘛 要查孩子的路出境 就沒 因為他孩子好幾天沒聯絡了 就一聽到去柬埔寨 當場哭了出來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孩子 已經被騙去柬埔寨 我們一起幫忙協助 而不是在那邊只會進行政治操作 把自己的快樂 把自己的政治利益 建築在別人的血肉上 陳時中政策牛肉第二彈 鎖定柯市府棘手難題 大巨蛋 他最早的目的大家都知道 是為了打棒球 所以不能說把這個不要的目的 把它廢棄了 充分的運用其他非體育的活動 然後再來把剩下的讓體育館來用 祭出三原則 畢竟大巨蛋才以為能不能打直棒 體育賽事比例過低引發 批評 陳時中強調 無論如何體育優先 就要立刻來做 而不是但是要立刻 大家互相跟給他爭來爭過去 所以在我們士民來講 我們不是安慰 我們在為什麼 防火 防災做好 然後能夠合理使用目的的這個巨蛋 但柯文哲不止一次 為了當初喊了五大弊案之一 大巨蛋怒槓中央 但七月底審查時 確實從六十多項變成八十多項 審查沒過 這個月二十五號 還要再審 確定今年無法營運 也就是柯文哲任內 沒辦法成功開幕 大巨蛋是這樣 我也不想多講了 就看民進黨的良心 我已經講了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這種嘴臉我實在是看不下去 公共事務的討論 一下就把它升高到 政黨的一個惡鬥的情況 我想是不恰當 我們不會用這樣子口水戰 來取代我們實際的一個進度 算不算一個必案 八年前我們都被說服 他行的必案 可八年後好像又不太相似 因為主席四個人的態度是變的 陳雄反批 柯市長不要口水戰 把大巨蛋當傳市政必考題 要求安全提議優先 還要將檔案公開透明 將歷史工業成功孤化合理一月 好 那講到柯文哲我們繼續來談 昨天說市長是找了一位財團的實習生 那這位財團實習生姓焦 他說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我也知道你們電視台總經理是誰 然後你死定了 這是劉宇也就是視差貓 他說上個禮拜 柯文哲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有位交信隨行人員跟記者爆發衝突 交信隨行人員嗆說 你知道我爸爸媽媽是誰嗎 我也知道你們電視台總經理是誰 然後你死定了 在昨天他又寫文章了 他說對於洞出口一事 我為此事深感抱歉 我不責怪別人 只責怪自己 但事件往往有一提兩面 說起來他如果是寫到第一行就不錯 但是他又講事情有一提兩面 這事情就大條了 他說這也是我稱惡媒體的地方 民視記者在無視我人身安全的情況下 推擠我把我撂倒在地上 當時我很疼痛 但我錯在其身後 狂妄而無知的用言語霸凌記者 民視記者把我撂倒在地上的畫面 極其精巧的刪減掉了 這事情大條 民視啊把畫面刪減掉了 只保留我已經起身後生氣與其他對峙的畫面 但幸好TVBS的政治新聞負責人有保留住我被弄傷的畫面 以防萬一 我為此深深感謝他 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從中我深深學到了很多 我也親自跟柯市長道歉了 柯市長也親自抽空打電話給我 關心我更是訓斥我 柯文哲先生是一位著實清廉正派的政治家 而非政客 那我請教一下 淑華議員 這個交加的公子 為什麼能到市長室去實習呢 而不用經過正常的程序呢 對 這個就是柯文哲上任以後 我們都知道他上任已經八年了 這八年當中 其實他不是只有交信這個實習生 這個高級實習生 他之前還把他遠房親戚 就是說他有遠房親戚 因為透過柯媽媽告訴他說 來 你這個到市長室去當實習生 就讓他進來的市長室 然後就當了實習生 然後這個實習生 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有實習生制度 我們從馬英九時代 好龍斌時代都沒有 那為什麼你柯文哲就有 結果他就說 那個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就是遠房親戚 那他不敢講是柯媽媽要求的 那我問他說 那他做什麼工作 為什麼可以領四萬的薪水 他說他是打雜的 我說一個打雜的實習生 可以領四萬塊的薪水 那不太扯了嗎 所以後來這個實習生的制度 就是由柯文哲開始的 所以整個臺北市市政府 雖然有實習生制度 但是那個是因應其他的局處 有緊急需要的時候 才用實習生 市長是從來沒有實習生 不好意思 我一樣一樣來 因為今天資深的柯文哲的前攝影官 潘俊玲今天跳出來 他說如果媒體公開 該名護照被撩倒在地 他就在臉書連續三天發文道歉 這表示他有相信還是不相信 在座有六位 請教一下 相信說民事把他撩倒在地的請舉手 不相信的請舉手 那你呢 我不曉得 你也不知道 對 因為我不認得這個攝影師 好 那我是認為沒有 為什麼沒有你知道嗎 潘俊玲在後面這裡寫了一個 採訪的場合的一般的形容 好啦 因為文字很長 所以我就把它弄成這樣 大家也常常會看到的 那個叫 他要撩麥 潘俊玲說 這是柯文哲 記者會不會在這邊撩麥 圍在他身邊 拿麥克風給他 對不對 然後要拍柯文哲 所以他說前面這裡都蹲著 叫做平面攝影記者 阿聯阿布 中國師傅 自衛師傅 都蹲在這邊 那因為後面的攝影記者 因為他要那個 那個什麼 機器 攝影機 所以要架高 所以這裡就是電視台記者 他說 如果剛才都很多人 請問只有TVBS拍到 然後民視有辦法把他弄掉嗎 你覺得可能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不可能他怎麼敢造假 來 潘老師 我覺得那個場合 是很多媒體都在的 如果今天真的民視的記者 跟他發生這樣的一種 你說把他撩倒 那我相信看的人很多 就算沒有拍到 也目視到 因為這個動作很大 他說他這個受傷 那會有 那會很痛痛 他可能會叫出來 是 他受受傷 要讓你去驗傷 對啊 你去驗傷 而且你就告這個民視的記者 他對你動出 這個是很合理的 他應該要把那個事情的事實 就是釐清清楚 還有我覺得柯文哲今天還沒講的就是說 到底焦子漢 他憑什麼樣的學歷經歷 進入到市長市 今天幫他講話講多了 來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有問題 他說 柯文哲說 為什麼要跟小朋友這麼計較 叫我們掌掌 不要再說了 很痛恥 痛恥 痛恥 再來 柯文哲再爆料 焦性實習生是有病的 有病 他焦性實習生 怎麼進來的 柯文哲今天有說明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你信不信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所以他是祕書處的實習生是不是 應該是我們一個實習生的制度 有啦 我們有實習生的制度 然後很好 你們就說謊 我去跟祕書處要資料 本處111年 無依前開規定禁用實習生 祕書廠請回座 其實一個年輕人會犯錯 我覺得我們不是在追究年輕人 只是覺得那柯文哲跟 這個財團的關係是什麼 柯文哲今天在議會被詢 他爆料這個實習生 他是有病的 我看過他吃的藥 因為簡書培追問說 焦性實習生並未詢正常管道進入 正規管道進入市政府實習 是怎麼找來的 柯文哲說 是自己在臺大醫學系的一個學生 把焦性實習生介紹給他 而焦性實習生也表明 因為從國外回來 想要在市政府工作 因此才先要他在市政府來看看幾天 不行再說 至於面對簡書培追問 哪個學生介紹的 柯文哲則低調不願回應 僅表示這涉及隱私 對一個介紹還不可以說 來 簡書培這個又加碼爆料 表示有消息來源透露 8月初一名被歸在台北市政府國際事務組 負責涉外事務之協助 但卻在市長室實習的 馬姓女學生 女實習生 就是焦性實習生的表妹 質疑是否也涉及權貴利益交換的問題 對此柯文哲否認 市政府的副發言人魏文元補充說 這個馬姓女實習生 是尋正常管道送件並錄取的實習生 好 那我的重點 而且他不是焦性實習生的表妹 我的重點來了 馬姓女實習生就要正常管道 這個焦性的就不必 對嗎 再來 民進黨的議員陳賢瑞就問 這個焦性實習生EQ是不是不好 你認同嗎 柯文哲說 這有個人隱私 我不能在這裡講 結果他又說 我下回再跟你講 其實他是有病的 我看過他吃的藥 他是有病的 病人 這個人有病 這個你不能講 這才真的是 對 他才隱私 結果介紹那個醫生不能講 說這涉及隱私 這是什麼標準 柯文 我覺得柯文哲這樣很過分 他故意這樣講 第一個 他不應該去講 別人有病 這不應該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 第二個 他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人是有病的 你們看人是有病的 你們還這樣罵他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陳大哥我們今天講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 每年到寒暑假 坦白說有很多人都希望到公家單位實習 因為現在入學是多元管道 所以有時候必須有一些什麼積分 或者等等有一些經歷等等 但是這些都應該是要經過正式的一個管道進去 而且我跟大家講 一般實習生很少什麼安排在市長室的 一般實習生 例如說警察局 社會局 需要社工或者需要大量的文書處理 或者等等這些 或者一些像國際事務也會有一些實習生 但是你說安排在市長旁邊 那這個他如果又不是經過正常管道進來 安排在市長旁邊 我們當然要質疑 你到底是什麼關係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交信實習生 你既然是在市長旁邊擔任所謂的這個水蟲 我坦白講這個第一個要求很高 第二個這個關係匪淺 第三個你今天跟媒體發生衝突 我坦白說你實在是應該跟這個媒體道歉 這那個我們每天在看那個媒體場合 那個都麥你知道十幾台攝影機在前面 怎麼可能我幫你撂倒 前面一定一定騷動 或者一定會有人拍 甚至旁邊市府官員都說我沒客氣 你市長在接到訪問的時候 旁邊都一樣有錄音錄影 都會有旁邊都有錄音錄影 如果真的你給我撂倒 而且你是點名民視 那個記者也很晚都給我點名點到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你就應該要把證據拿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在前面你當市長的水蟲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 還破壞人家這個採訪的 那個瞬間的畫面 那你沒有道歉你就罷了 你還在那邊說你爸媽是誰 我管你爸媽是誰 來 霍老師 我覺得克文哲今天 很糟糕 他說他有病 對 我看過他吃了藥 你怎麼可以揭露人家的這個 如果我是他的父母親 等於我兒子有病 是被你克文哲認證的 而且你克文哲也是台大醫學系畢業的 我真的覺得克文哲 今天怎麼可能可以講這種話呢 這他本性 對 不是 我覺得他 你作為醫生 你就算你的病人 你都不應該把他的狀況 告訴我 我的判斷是這樣 就是說後面這個問題太大條 所以他只好把人家有病這個事情打出來打 然後他就說你們如果再打下去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你們大家要負責 我覺得他是要把這個鍋給甩出去 然後叫你們大家借好就收 不要再給我再搞下去 我已經預告了 你們如果還要執迷不悟 那後果你們是誰 他說他有病是要封我們的嘴啦 就是說不能評論這件事情 人家有病你還罵人家 朋友 我請問你嘛 沒有經過正當程序 正常程序 然後經過審核 核准 就直接到這個市長室來當這個所謂的實習生 那麼請問來負責說 說這件事情的人 那個行為叫做什麼 那不是關說嗎 不管關說是什麼 你是發自什麼內心 你是幫人家的忙 幫親戚的忙 幫誰的忙都一樣 那你就是希望不要經過正當程序嘛 幫個忙幹什麼嘛 那柯文哲為什麼這樣說 說他有病 然後還說我看過他的腰帶 不要說醫生不能公布人家的病例 你現在連醫生都不是 你是台北市長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很簡單 他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就 沒有辦法支援其說他就推出說 我有個亞斯伯格症嘛 他到現在還拿不出 他自己有亞斯伯格症的相關的病例嘛 他就把這個東西拿來那個說 因為我有亞斯伯格症 你要出事對不對 他就要怎麼樣 你們兩個差不多 不要這樣那麼計較嘛 不要這樣去追究這個小朋友 誰說的 我跟你講 都要求清白 然後清廉 透明 然後要求他的局處所長說 你去應酬的時候都要公開 自己去走後門去神望大飯店 不用公開 對 然後不用公開 這個事還猜野民 自己在網路直播告訴我們的 然後真的不然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叫人家都要清白透明 那自己去跟遠雄黑箱密室 你知道嗎 黑箱密會 然後現在連這個事情 你都說不清楚 是因為人家來 他自己說 好啦 我自己承認 是因為怎麼樣 原來你的所謂的公開透明 是雙標嘛 從頭到尾 你只要求別人 那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嘛 不好意思 我覺得他沒公開透明 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是在於這個人性交 對 我問你嘛 剛剛那 一般人他在理你 馬小姐 馬小姐 為什麼 馬小姐為什麼 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請進來 因為他不是財團第二代 因為他台南第二代 第三代 對不對 奇怪 你柯文哲不是說 你什麼都是一律平等嗎 結果搞了半天遇到財團 就可以這樣進來 那現在有人 有人開始在發起一個運動 叫他們來 叫爸爸媽媽打電話 去台北市長的辦公室 為什麼 推薦自己的小孩 當實習生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對不對 按照這個標準打電話來 你柯文哲就必須要接收才對 你那麼計較幹什麼 跟一個小孩子計較幹什麼 其有此理 自己不遵守自己訂的SOP 其實我還要補充一下 他今天下午在公開在議場上 講說這個小孩有病 其實是違反醫師法的規定 那我認為說衛生局應該要用 衛生局應該要依照這個違反醫師法 因為你公布人家病人的 一些病例的狀況 或者是口出這個病人的一個情況 而且還說他有在吃藥 他都有看到他吃藥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違反 醫師法的規定 那衛生局應該對柯文哲開罰 如果他不開罰的話 就是包病柯文哲 因為你整個縱容所有的醫師 你可以公開個人的隱私 尤其是病例的隱私 而且他講過我看過他的藥 我覺得這句話很嚴重 這很惡劣 所以我才剛剛講說 這個部分是應該要處理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交信這個實習生 其實他 柯文哲第一個時間 我質詢他的時候 他就承認是走後門了 他也承認 他直接下令交代 他就進來 只是他說他當然會去自圓期說說 我沒有去走那個程序不對 那事實上就是走後門 因為叫你抓到 對 叫我抓到 所以他只能認了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讓他走後門 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這後面還是很多的 一些政商綿密的一些關係 那這個其實柯文哲也知道 他快要卸任了 他沒有市長這個位置 你當一個民眾黨黨主席 又是一個小黨黨主席 請問他 他有多少資源 所以他的問題是在背後 這個貓妮 就是四叉貓講的 為什麼民眾黨一年 可以花上一億 一億的這樣經費 那這一億經費怎麼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柯文哲在他任內八年的時候 他到底做哪些事情 他怎麼樣扣攏財團 我們看萬中集團 這四年當中就拿了 臺北市三十八個標案 而且這個標案的金額 都非常可觀 再來我們看這個閩盛集團 閩盛集團他當時是用 雙層論壇的關係 去牽線到上海復興 然後去幫他做這個 所謂的採購BNT疫苗 再來鴻海就不用講了 鴻海商串園區 他已經是違規了 而且他還幫鴻海變更 違反分區使用 他還幫鴻海變更 違反這分區使用 變成合法的部分 富邦的部分 富邦我們當時你看防疫 那個疫苗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那個防疫險 疫苗防疫險的部分 不是防疫之亂嗎 然後很多人買了防疫險 就只有富邦不付這個旅約 結果呢 柯文哲還幫他講話 他說那個 那個保險公司要賠光了 可是問題是 他就在幫富邦講話 重點是富邦裡面 還有柯文哲的人馬 叫做賴祥衛 成為富邦的獨董 你看這些都是財團 我們再看 台塑也有 台塑現在目前 台塑大樓 快速取得 這個都根的許可 還有威京集團 威京集團 你看金華城用地改為豪宅 現在在蓋豪宅 我們再看星光的話 星光集團大家都知道 星光小公主 現在在我們 在民眾黨 當部分區立委的排名 那當然星光集團也是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巨蛋 遠雄 本來不行 弊案現在變成是他的政績 再看還有一個就是東元 東元電機 爭取了生計園區的土地開發案 這些都幫他爭取了土地開發 而且都已經通過了 這都在他任內八年的時候完成了 所以從頭到尾羅列出來 一個市長 現在完全是為著財團做事 然後靠財團 靠得非常緊密 八年前說他們討厭財團 他一定要做一個非常乾淨 青年的市長 結果我們看起來 你看他剛剛又把這個 實習生賣掉了 實習生還在臉書發文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家 他是一個青年的政治家 結果隔天就把他賣了 那現在呢 政派 對 政派 然後現在就把他賣掉了 我覺得這個小孩子 這叫做涉事衛生 太單純 在證美柯文哲的同時 柯文哲就說他有病 我不知道他爸爸媽媽聽到會怎麼樣 可是柯文哲走後門這件事情 本來就有的 如果柯市長那邊有人在看 請記得這是旺旺旺董講的 說你走後門 你喜歡走後門 每一次去見旺董都要走後門 不敢走前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有一個神旺範點 都要走後門 他去跟蔡衍明施惠 但是如果對這門去 大家 怕會被打到 所以都怕後門 蔡衍明其實心裡很不舒服 很多餐廳 我們只要去吃個飯 這有什麼好遮遮掩掩掩 如果要去吃個飯 或什麼事情 光明的路走正門 為什麼要走後門 這柯文哲在講有情緒啊 他那個時候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啊 跟財產的關係 就跟拿刀叉吃人肉啊 我耽誤一點時間 講一個跟紅衣 你會扯上關係的故事 二零一六以後 你開始就對柯文哲比較多批判嘛 因為我就知道他 就開始轉篇了啦 那個時候我沒有那麼懷疑他 大概二零一八是市長選舉嘛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有一天他透過我一個好朋友約我 我跟柯文哲單獨 不能講單獨見面 他特別找我見面就這麼一次 二零一七年 在他一個朋友家裡 我嚇一跳 因為柯文哲來的同時 帶兩個年輕人 他跟我介紹說 這是某某人的兒子 我不講那個名字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爸爸我認識 很有錢的人 都大概有多少錢 他的財甲從不會上台灣的富豪黨 但是兩岸三地 任何人聽到他爸爸的名字 絕對不懷疑他們家族的勢力 我這樣講 百億八億 不止啦 不止 千億 過五百以後我不會算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認住 為什麼柯文哲 你是帶這兩個人來 他找我問問題是幹嘛 遊說我 要遊說我說支持他 因為二零一八的選舉 我就問柯文哲一個問題 我說 為什麼二零一四年支持你的那些人 現在很多人都反對你 像洪怡 二零一四年的時候很支持你 為什麼他現在對你那麼嚴 那麼嚴 那麼嚴 你知道柯文哲怎樣 柯文哲那個人就看看看看就這樣子 我問了兩次 我講這段故事 其實對洪怡 我感冒抱歉 因為還是有講到你名字 我要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柯文哲那個時候帶了 要約我 他當然透過一個中間共同信任的人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習慣找四家公子的第二代 他當然透過一個中間共同信任的人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習慣找四家公子的第二代 本來就會跟這些上層社會的人喜歡在一起 你以為他真的要跟老百姓在一起 那是假的 改變成真 是 改變成真 蔡永雄 那個看那個實習生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柯文哲 本來就不是 就是一個不一致的人 所以老實說從以前剛大巨蛋 從這個閉案到這個 從閉案到怪案 到現在變政績 然後從這個找竹中公務院 遠雄對手去測試遠雄的這個公共安全 看我一頭霧水 你相不相信他現在跟財團很緊密 當然相信 要不然民眾黨哪來的錢去選舉 鋪天開地 花那麼多的招牌 那個看板 錢哪裡來的 明天來討論 因為他沒有選舉的時候 跟民進黨今年一年花的錢差不多 對啊 緊的對來 郭老師 這個星光的這個大公主吳馨營 就是吳東京的長女 今年四月的時候 她現在參加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的會議 他現在立為民眾黨不分區的第七名 不是不分區